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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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会服啊 跟金龙鱼啊 是有关系的 这个已经被明白人给驳斥了 根本就没关系 是硬扯 胡扯有关系 那么怎么驳斥的 我在这也不细讲了 因为这讲起来就复杂 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去看一看 我微博转了 人家怎么驳斥他们呢 就说这个阴谋论 金龙鱼外资买通了这个调查记者 坑害打击国企 这么一个路线斗争 这是纯粹胡扯 这就是一个单一的这么一个实践 但是你要说单一吧 它这里边呢 它还是暴露了我们国家 在这方面监管制度方面的一些漏洞 比如它这个报告里边有这么一个细节 就是说花500块钱 就能开出这个习惯了的假证明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花500块钱就能开出一个习惯假证明 那么是不是有人 别人也花过这500块钱 开这个习惯了假证明 现在还没有查到 咱们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调查组 也不可能是万能的 什么都能查得到 这个就让我给我留下了一个疑问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在这管理制度上 是有改进的地方的 还有我们的消费者 也应该给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这个企业 企业家应该看到 这个也算是一个商机 怎么讲呢 国家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漏洞给堵住 就说以后啊 确实像那个很多人建议这样 不要搞什么洗罐了 洗罐本身也洗不干净 运送石油油的这个罐装车 必须是专罐专用 洗罐也不行 开这个门 洗罐证明什么的都不允许 不能混装 我觉得这个国家应该做规定 那么即使国家没有规定 我觉得就是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企业 共同也能做一些事情 怎么说呢 这本来就是你说它是坏事吧 它也是企业盈利的一张牌 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企业能够就是说 证明自己 自己是绝对不用这个混装的这个 装装车的 不管它洗过没洗过 我这就是专用的装装了 然后把油卖的贵一点 同时呢 消费者也能配合 我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愿意多出这么一点钱 我估计多出不了太多钱 那是分摊的 我愿意多出这么一点钱 去买这样的企业的这个油的话 如果就是生产者跟消费者 能够达成这么一种共识 这么一种默契的话 即使没有国家的监管 这个情况也能大大的改善 现在因为把这个事 虽然好像大家挺健忘的 但毕竟把这个事 提到了公众面前 公众知道了 居然有这样的一种违规操作 很危险的 我相信有不少人 是愿意多出这点钱的 毕竟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万一你要是你要得了点 跟这方面有关系的病的话 你就知道了 你要花多少钱 亲家当产的 都不一定治得好 所以就说 多花点钱 买个安全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机会 一个商机 企业家应该争取这个商机 而消费者应该有这个明智 再说了 我们国家现在也是这情况 很多人吃油是吃太多了 你要说我在这个油上 这个油要再贵一点的话 我这个吃不起这油的话 你少吃一点吧 对你身体有好处 何乐而不为呢 有的东西呢 确实也是这样 你比如这一步 无论是企业主动去做 就这个 我只说 必须得专惯专用 这一步 企业主动去做 还是这个国家强制去做 成本的提高 那是一定的 消费者要为付出一点代价 为什么 相对而言 发达国家的时候 这个食品安全做的比较好呢 坦率的说 天下没有这个免费的午餐 消费者是要为此买单的 无论是国家行为 还是企业行为 消费者都要为此买单 那么就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恐怕已经习惯了 为此买单了 咱们国家是 刚刚油穷变富 消费者 有时候可能还不习惯 为此买单 那么咱们得逐渐习惯起来 那没办法 少吃点油 但是这个 同样的一捅油 我们愿意多花点钱 买这个平安 当然这里有一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有企业 或者企业自身 或者国家 能够保证 而且让我们消费者 看得清清楚楚 它在这方面是 有根本性的改善的 就是它不用混装的这种罐 不管洗不洗 它都不用 它是自己专管专用的 那么我觉得 我们消费者 应该愿意为此而买单 多花一点钱 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